大家好 我是Alfred 我現在在尖沙咀Hotel Icon的客房 今天我和Kid訂了一個食家住的套餐 叫做Foodcation的套餐 這個套餐最基本是$1350 包一晚酒店房 另外再加餐飯 在官網按進去就會看到有幾個房型 如果你想有海景或房間要大一點 當然就會加多些錢 有很多不同的房型 吃飯有幾個選擇 我讀一些資料給大家聽 包括The Market 我們之前也在那裡拍過自助餐 包平日自助午餐兩位 或者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就是有個早午餐 即是brunch也是兩位 如果你想選擇The Market 是自助晚餐的話 那個就要加錢 加400元 另外你可以選擇另一間餐廳 就是Green 是一個三個cost的午餐 另外也可以選擇這裡的中菜廳 就是天外天 平日可以在這裡吃個午餐 如果你想選擇天外天的晚餐 這個就是加300元 我們今天就是選擇了這個 整個套餐當然還可以加一些其他東西 例如Spa那些 Cat-Cat 有很多不同的加法 這些大家可以按進官網慢慢看 資料先講到這裡 跟大家參觀一下房間 我們原本預訂的房間 叫做Icon 36海景客房 Check-in的時候就很幸運 有得升級 這間是Club 38海景客房 我在官網看不到有寫多少尺 但看照片就大一點 床是King size 床褥軟硬適中 我就很怕床褥太軟 枕頭如果有要求可以跟酒店說 有幾隻不同質地的枕頭可以選擇 乳膠枕 健康枕 還有婚姨草味的枕頭之類 床的右邊有張電競椅 專門用來玩動森 床的左手邊是一張場桌 設備很齊全 如果是外國旅客會覺得很方便 有部Handy可以打電話和上網 還有一塊行動電源可以讓你拿出街 旁邊還有一部咖啡機 好像我今天 Check-in完沒什麼攪拌 就可以沖杯咖啡喝一下 我這次預訂這個套裝就包了mini bar 在雪櫃和櫃桶裡面可以放入口的東西都是不令收費的 這一包真真我晚一點就會KO它 接著有請Kit主持這個簡單而隆重的揭幕儀式 這個view就不是望到最正的灣仔圍港景 歪了一點是天候北角那邊 晚上不會有很多燈飾 不過都開陽舒服的 我們在床尾向床頭方向走幾步 就有另一個空間 有一個開放式的衣櫃 基本要有的設備都有 甲慢仔也是在這邊的 浴室就是半開放式乾濕分離 分開了三個空間 中間就是洗手盤的位置 採用了檯面盤的設計 左手邊是洗澡的地方 完整兩件套 有獨立的雨淋和浴缸 不過浴缸的長度只是普通 洗壺產品就用了一個專門提供給酒店的澳洲品牌 看完房間 現在還有少許時間 我就在這裡休息一會 稍後就下去看看天外天好不好吃 吃飯前買過廣告 這條片是由price.com.hk贊助 喜歡去旅行和試新的朋友要留意 price 聯同市集世界推出了一間聯營店 專門銷售來自日本、德國等地的進口食品 現在買滿199 馬上全港免運 裏面有很多零食、醬料、酒類和飲品 還有外地進口的個人護理和寵物用品給大家慢慢選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按下下面description的連結 看看有沒有東西 夠時間吃飯 我們來到28 樓的天外天 吃新派粵菜 這間餐廳近年都拿不少獎 包括米芝蓮餐盤推薦 我就6點鬆一點走進去 餐廳幾邊都是落地玻璃 將大量日光引入室內空間 光線柔和幾舒服 但夜少少太陽白白收工 整間餐廳就黑得好像去了戲院看戲一樣 相信不想玻璃反光 影響了維港夜景 待會大家一邊看都會看到光線的變化 一坐下就先吃粒合桃 超級鬆脆 薄薄一層的糖衣甜度剛剛好 從來都不適合這件事的Kid一個人吃了兩碟 我們今晚吃這個片皮鴨鰻屎套餐 這個套餐已經做了很多年 聽聞平時鰻屎半個場都是叫這個套餐 所以這個餐就不是為了一個Vocation 臨時做出來 平時每位688兩位起 打頭鎮的是三款小食 按照蒸路我們就試了一個青瓜紅折頭 海折頭很厚身 很爽脆 味道作為開胃菜算是稱職 接著就試試這個 圓隻鮑魚雞粒撻 這個東西 好看就一定好看的 但就不一定好吃 所以我吃之前其實就沒有太大期望 誰知一咬下去就有驚喜 撻皮是很薄而且很鬆化 很香牛油味 質地又不會很乾 配搭又軟又入味的鮑魚 口感和味道都有很出色的化學作用 這塊安格斯脆腩片到Kit讚不絕口 邊位真的有少少焦脆 中間肥瘦相間的腩位就軟硬適中 能得來有趙頭 肉味濃郁 加上提味的醬汁 跨點說真的有少少齒甲流香 主角出場 片皮鴨 基本要有的配料 京蔥、甜麵醬、青瓜都有齊 甜麵醬比起很多老店會用的黑醬 就淺色一點 淡厚一點 稀一點 鴨的皮是脆的 肉就中中挺挺 不算粗 但亦不算鬆軟 有份不會很多 刀工方面就有誠意 是真正的片皮鴨 不是片肉鴨 現在很多港式片皮鴨都沒有皮吃 打直切片得好深 一隻鴨可以片很多碟出來 成本低一點 今日就沒有這個問題 吃片皮鴨 最重要就是麵皮 今天這一塊就不會太流 不是用叫科機做的春卷皮 我問過店員 這個是他們自家製的 吃下去就不像傳統的荷葉餅 薄得帶少許煙韌 包了鴨、落了汁也不會過底 也不會穿 上菜也會用蒸籠上 有蓋子 不會吃吃凍了乾了 唯一還有進步空間的 是吃起來沒有麵粉香 有了就100分 接著這個羹一上菜的時候 一層香味是撲鼻而來 那些香味就不是來自蟹肉 而是高湯底本身的雞、豬或火腿那些 再加上份量那麼足 一梳梳很爽彈的蟹肉 這個羹是很好吃的 而且要讚一下師傅 沒有太多鹽 淡口一點 反而突顯了整碗湯羹的鮮味 乾燒明蝦球就跟片皮鴨一樣 其實都不是粵菜 這道菜現在就演變出很多門派 做法就不盡相同 做蝦球最重要就是質地 要做到漿熟未熟 水暖彈牙才為之最高境界 坊間很多酒樓都不管了 總之就弄到百分百全熟就算 免得失手 今天這道超級有誠意 對食物有一份執著在這裡 這隻蝦真的做到漿熟未熟的火候一百分 調味用了龍蝦汁、豆瓣醬、茄汁、酒釀、糖等等 我個人覺得太甜太酸 口味太重 不過這個可能是師傅刻意設計 因為它是整個餐來講最後的一道主菜 可能是想刺激一下食客的味蕾 炒飯這個老觀眾又知道了 我的favorite 今天這一碟很高手 米飯粒粒分明很乾爽 飯粒、蛋、蔥花和海鮮完全是混為一體 尤其是放得比較少 出到來有這樣的效果完全是師傅的功力 蟹肉的份量也挺多 飯上面的櫻花蝦也發揮到鹹香的作用 我在吃完蝦之後 其實加了單 代表兩件事 第一 食物很好吃 我經常都說 不好吃我就不加單了 去第二家好過 不要給錢它賺了 第二 證明那套餐的份量不算超級多 我今天很胃口就有一點點不夠厚 這隻雞我給70分 皮脆肉不粗 但沒什麼雞味 雞本身醃得也不是很均勻 胸和腿位是偏淡的 最後是一個很西式的甜品 芒果熱情果puff配白朱古力忌廉 puff的質感偏硬實 但旁邊兩種果醬和白朱古力忌廉就很好吃 水果的酸度和朱古力的甜度平衡剛剛好 整體是一個中上水平的甜品 今次我是經官網訂這個食家住套餐 剛才提過 這個晚舍套餐本來就有的 就不同有些餐廳或者酒店 為了搞promotion亂作優惠出來 其實價錢根本沒有好處 所以今次這個package我就覺得挺划算 我都很久沒拍這類酒店放假一頓飯的影片 上天拍完澳門軍員都沒再拍 希望大家喜歡 下條影片再談 拜拜 拜拜